请教周应君老师 如果住到磁场不好的房子的话 有什么进化的方法吗 那我们今天教的就是比较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磁场不合 住进去以后就是回雨流场很多 小人特别多 或是说在工作上面 就是好像会有人 就会踩你的小辫子这些 就其实不是真正是属于那个 好像住进那个凶宅不好的那个房子 或是说这个房子真正 我们发现是有阴的 这个我们都通常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我们会准备一些 比如说晒干的柚皮 还有四个小石头 我们最好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房子 你们气场真的非常的不好 我会建议你在家中 放一盏长明灯 那长明灯通常都是在怎么样 我们的玄关的地方 因为可能这个房子 因为长明灯会加重这个阳气 会就是会把这个 那个我们讲阴气会驱逐 那可能的话 那你如果说在玄关的地方 用一个长明灯也可以 或是说我觉得玄关长明灯 好像因为太大也看不到 那你在家的客厅放个长明灯 长明灯就是24小时 常年不去关它的灯 我们就称为长明灯 我们现在可以用LED的 其实很省电又安全 它其实一盏就好了 不用说很多盏 也不是说要一定要大放光明 这样子 它其实是象征的意义 就是让你增加这个阳气 减少就是就驱逐那些阴气 所以放一盏长明灯 那再来就是我们用 就是你那个 现在不是奇葩叶柚子相当多 那你把柚子吃完以后 这个柚皮 这个就是柚子皮 你把这里面这一层 这个那个厚厚的白色 尽量把它削薄削掉一点 那你就拿去晒 晒干了以后你把它 它其实本来 晒干就像老师拿的这样 会卷起来这样 对 卷起来它其实会 因为它很干 所以你把它这里剪成尖尖的 然后用一个盘子 用一个盘子 我们需要的是九块 所以可能要两个柚子 为什么要用九呢 九的话就是阳素里面的最高素 所以说我们用九 那柚呢 因为柚就是好像有柚保柚的意思 那我们就是要叫做幼熏家宅 就是这个柚子皮 我们要把它熏 那从就是在 我们悬在五月的十二点 十二点它其实是阳气的开始 就是我们就只时了 其实十一点多也可以 你把所有的家的窗户都打开 甚至连门都打开 那你从家里面把它熏出来 那因为柚子皮 其实真的是不是好点着 所以说你可能在中间的地方 你把它放一些 放到柑柑 对 檀香粉 檀香粉之类的 或是香 这样子 可以再低一点 来 这边中间是檀香粉 就弄成一个尖尖的 像山一样 对 因为它会 这个干了以后它会两边翹 那你再把它点着了以后 从家里面 里面一直熏出来 熏完了以后到客厅 你把它放在客厅 如果说你发现说它已经 它如果一剪的话 它那个柚香味非常非常的香 很好 对 那你如果说你点燃以后 你就把它放在客厅的中间 最后就是把门窗全部都关闭 因为已经把不好的气全部清走了以后 把门窗都关闭 你把这个放在你的客厅中间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只要有一点点点着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完全点到说整个这样点到着 其实它不好点 那因为我们要启决那个意思就是 幼熏家宅 幼子的幼 其实跟保幼的幼的意思是一样的 幼熏家宅 那好 那这个来 因为我们熏完了就干净了 那我们还要把这个气整个锁住 锁住的话 我们就是捡四个石头 你到四个小石头 这个四个小石头 你到你家的东西南北方 各个去捡一块石头 四个方位各捡一块回来 石头就这么小 那你石头回来就是它洗一洗 那最好就是放一个水盆里面 就小盆子或是小碗 因为这个小小的 那你用那个水滴 就是小水滴让它滴三天 这个其实是在清净这个石头 它还有一个方法 你看哦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因为其实石头本身是阴 那因为你要点一个红 所以这个用一个红包子 它捡红红把它点在这里 那你这样子放着 根本就看不到那盐在上面 对 盐在上面 文具店有卖这种记号贴子 只要自己做或是说文具店都可以 这个就是要阴缓阳 要把这个石头缓成阳的 好那这四个石头要放在哪里 放在你家的四个角落 因为它很小 所以你放在你家的是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都会强调说 是埋石 就把这个石头是埋在我们的那个 盖房子的时候就埋了吗 所以我们四个角落是房子的正东南西北 还是说我们四个角落 房子的四个角落 它不见得 我可能坐东北向西南 可能它没有办法朝到东西南北 反正就是我们那个角角 对 触角的地方 那就是说你的可能就四个角落 那现在就是因为工艺嘛 大楼嘛 你要怎么埋 那我们就把这个石头放在 我们自己家的角落就好了 它就取材于室友埋石 室友埋石 鬼怪不清 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清不了 那因为你刚刚又新家宅了 再来就是把这四个把它镇住 就镇宅 所以是这个好 这个房子 任何的只要 职场觉得跟你不合的房子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 那这样做下来以后 你就其实不用说赶着去搬家 因为有时候租的也好 买的也好 有时候搬家他所花费 人家说一年耍栽三年乖 他就是一定会赔一些钱 那这种方法你可以试试看 只要不是那个英宅都可以